站住 先走 跑呀 怎么不跑了 刚才不是挺能耐的吧 不小子 我们也不做杀人开命 只不过有人出钱买你的右手 不要 我是临床外科医生 我的手就是我的命 那我们可管不着 谁让你多管闲事 你们要多少钱 我现在有事 江家少爷将外界 我现在就打电话 我会给你们的 做号码 133 7396 5396 小狗 我爱前同父一母客客 将亲缘 救救我 救救我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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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知道 我可能叫我前面 只要你救我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过了 拖了 知道你得罪的是谁吗 小花前的先人未婚妻 沈漫妍 是个聪明女人 这么漂亮 江怀前为什么不要你 他是江家私生子 我只是个普通人 他想临看高知 很真诚 喝的做过没有 没有 好 他不要我要 毕竟我不用靠女人上来 你们是同父一母的兄弟 他和江怀前一点也不行 想什么呢 你和江怀前 长得不太一样 在这个时候还敢提别的男人的别墙 你找死 昨晚我被江启云秋 也被他 行这么早 我得上班 江先生 我想请问 我们现在这样 算两清了吗 两清 想什么呢 顾瓷 你做好被我随教随到的觉悟 那我先走了 江先生 你为什么要留他 他可是江怀前的女人 可前哨三个月前就跟他分手 谁都知道 他攀上了一个有钱有势的岳父 他只是个前女友 谁在乎他 从往可是看见他的车了 不在乎 他来干什么 我去 江先生 戏还得是你戏 您这是存心要个影千少啊 他一个私生子 他的存在就是为了个影 我就不能个影个影他 而且 还是个漂亮女人 江先生 金庸说 越漂亮的女人 越会骗人 您可要注意 别把自己搭进去啊 就他 怎么可能 医生 怎么样 我先看看 我最近分明物还是有点不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有点炎症 难道是江七云私生活不检点 不会把什么病毒传给我吧 炎症倒没什么事 而且你的子宫很漂亮 恢复的也很好 恢复 你没有生过孩子吗 我没有生过孩子 我怎么可能生过孩子 从你的宫颈形状来看 大概率是生过的 谢谢医生 明明只有过江淮欠一个前男友 也没和他有过更进一步的关系 怎么可能生过孩子 奶奶 刚刚医生说我生过孩子 五年前那场车祸 到底丢失了什么记忆 我真的生过孩子吗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事了 那你生没生过孩子 我会不知道啊 小慈 你别听别人胡说 奶奶有点事 先挂了啊 好 我就说嘛 深呼吸 用力 用力 看见小孩头了 小孩快出来了 用力 快 小孩出来了 老天保佑 千万别让他想起那件事 江淮欠 他还有脸来找我 江先生 我是顾瓷 我知道 江先生 你不是说我们没有两亲吗 那我现在想见你 可以吗 可以 好 小慈 我有话跟你说 偷偷这一步 还装什么神仅 小慈 为什么来找我 江淮欠 在我们家楼下毒 躲钱 那要躲成这样 我可不想再跟他有什么瓜葛 万一下一次 要的不是我的手 而是我的命 说说吧 你们怎么开始的 说说吧 你们是怎么开始的 我小时候被拐卖过 后来被送到了福利医院 认识了江淮欠 她是被她妈妈 丢在福利医院的 后来我被我家人找到 带了回去 重新遇到她 我才知道 她已经回到了江家 三个月前 我们俩分手了 之后的事 你也就都知道了 去洗澡 好 洗澡 我今天不太方便 骗我 你嚼劲什么 我今天去医院了 有点炎症 真的 我没骗你 你故意的 我没有 我没有 江先生 我是外科医生 我的意思是 我的手很稳 灵活还有力气 要不然 顾小姐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 这么高的男孩子 嗯 你的房间我不太方便进 我去别的地方找了 嗯 这孩子 怎么有种熟悉感 出来吧 人都走了 就是我一个人了 你是谁 你为什么要在我家 你家 等一下 他怎么会有一双 跟我一样漂亮的眼睛呢 鼻子也挺像的 你看什么呢 没什么 你继续 我说 这既然是你家 你躲什么呀 你爸爸妈妈呢 没有爸爸妈妈 哎 他们应该不会查我这儿的 你要躲 就躲这儿吧 想不想我说的做 江先生 好 我知道了 江先生 我房间里的小孩 你打算怎么安置 他还在你房间 嗯 他还说 他说他饿了 想吃东西 那就让他饿着 难道这孩子 和江青云没关系 江先生 小孩子是饿不得的 他刚刚都咳嗽了 你要是不管 你就让他家里人 把他接走 这么小的孩子 爸妈都没了 真可怜 你怎么知道 他爸妈都没了 他自己说的 那你可让他躲好了 别出了 沃小姐 麻烦你去照看他一会儿 他又躲着监控 从老宅偷跑过来的 对 那小少爷该这么处置 在这儿待两天还是 哪儿来的送哪儿去 好 嗯 你怎么又这么看着我 我脸上有东西 你有没有觉得 你和我长得很像啊 好像是有一点 不过这很正常 医学上说了 我不懂什么医学 但我相信直觉 你不会 是我的妈妈吧 你话可不能乱说 你赶紧吃 江七云从来不让女人 在家里留宿 你是第一个 而且和我长得这么像 你不是我妈妈 我就跟你像 我怎么可能生过孩子 从你的宫颈形状来看 大概率是生过的 啊 啊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事了 那你生没生过孩子 我会不知道啊 小慈 你别听别人胡说 小屁孩 我都被你绕进去了 你不吃 我端走 你真的不是 当然不是了 我都没生过小孩 那你和江青云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啊 你和他没什么关系 你住我家 骗小孩的你 那你是他的谁啊 我不是他的谁 那你叫什么名字 我才不告诉你 小屁孩 小家伙 睡得还挺快 包成这样不怕闷着 你干什么 警惕性还挺高的 我说你包成这样 不怕闷死啊 不用你管 你不会真的发烧了吧 没事 你放心在这睡 我不会告诉他们 你在这的 你最好这样 先生 这 要不要请老宅那名医生 过来看看 有现成的医生 还费什么劲呢 发烧死不了人 江先生 怎么 烧已经退了 但是小朋友发烧 通常会出现反复的情况 您最好观察一下 如果体温再上去 一定要去医院 江先生 听明白了吗 你要走了 我要去上班 你不要忘了 昨晚我又帮了你一次 为了赌江淮切 惹伤这个更危险的男人 到底划不划算了 我没忘 齐云 小白呢 你来得正好 把他带回去 他怎么样都是你的儿子 每次离家出走 都是先跑来找你 你就不能对他好点 我儿子 我认他了吗 齐云 小白 小白 你怎么又偷跑出来了 你唯一让坏人抓走了 你让奶奶可怎么办呀 以后再也不能这样了 你知道了吗 嗯 知道了 姬怀 走 跟叔叔回家 方叔叔 今天遇到了一个仙女姐姐 她可漂亮 可温柔了 哦 那漂亮姐姐在哪儿啊 我才不告诉你 小气鬼 走 进 顾医生 松云 你怎么在这儿 江先生让我带你去个地方 先生 顾小姐来了 嗯 江先生 你叫我来 坐 我赶时间 好的 江先生 交给我吧 江先生 你女朋友真好看 我们不是 带出去展示的花瓶 不漂亮怎么行 花瓶吗 我真想一直把你藏得起来 站起来让我看看 真正宝贵的东西 而是珍藏起来的 只有不值钱的花瓶 才会随意展示 把我捧在手心里 是从前的江怀亲 而此时 只是江其语 不值钱 江先生 你要带武器呢 我要配合你做什么 到了你就知道了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生日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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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表哥 你怎么才来 我的生日礼物呢 今天刚运到国内 这会儿应该 送到你家门口了吧 这可是价值一千多万的炮车 我就知道我表哥都有最好 怎么 认识 我就是觉得表哥 你今晚男女伴 和以往的不太一样 他表弟的生日也 带我来干什么 原来是为了恶心江怀千 表哥 我跟曼英姐都认识很多年了 我生日不请她不合适 不过 我没请江怀千 这些 江怀千 又见面了 这次我的身份 已经不再是你的女朋友 而你的身份 也占了别人 江少的新女伴 很漂亮 那还得感谢沈小姐 拉线搭桥啊 我倒听不懂江少说什么了 哦 是吗 不过 你身边这位 还有我身边这位 应该是一清二楚 想让我帮你讨回公道吗 你会帮我吗 你走我 我去趟洗手间 我去趟洗手间 你 是我 是我 别碰我 你要干什么 下次 离开江启元 江怀千 你在用什么身份 给我讲这句话 他不是什么好人 你招惹不起他 你是好人 我招惹得起你 我们两个不一样的 江怀千 你有了新欢 就不要再来招惹我 既然你选择了你的锦绣前程 那就麻烦你 头也不要回的往前走 至于我的生活怎么样 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算我求你了 你离开他 我求你了 是你变了心 你装什么神情 黄青 你 你 你 張嘴 放手 放手 小嘴 我是 真的喜欢你的 离开你 我是驳不得已的 别再缠着我了 小慈 小慈 原来我还是会紧张他的 三十二分钟 我不小心走错了路 你们在厕所里做了什么 接吻了吗 还是直接做了 我没有 是吗 我可得检查一下 这里是足了 随时都会有人 我们两个什么都没做 我发誓 你知道 骗我的后果吗 或者是 你自己看不出自己的男人 你问我 杨绍 你现在的口味有点特别呀 怀前不要的女人你都要啊 他眼瞎 暴殿天物 先生 这份金寇 当然是好好用了 还分油盘给我 是 哥 这就准备走啊 过此 你先下车是 你说什么 一样是看到这个视频 他是找江怀前闹 还是找你闹 江先生 我和他没什么 我希望 你获我周全 我 讨好男人的事 还需要我教你 原来他不是不计较 是想敲后酸茶 醒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怎么来的 你知道我什么事儿 你一下问我三个问题 我先回答哪个 那你就跟我慢慢说 你带我吃饭 我都快饿死了 我吃饱了就告诉你 这到底是江气云的谁了 这两个也未免太像了 行 那你先出去等我 好 ok ok 我 喂 我家那小孩 在我这儿 怎么办呢 把他丢到马路上 不用管 不是 这什么人啊 你能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吗 我叫江玉白 是姓江的商人 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这个人是你吧 他上面有地址吧 我不知道我可以问啊 你得问多少人 有梅魏大爷 钱台阿姨 还有白衣天使姐姐 三个 那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喂 出来 好 小白 吃好了吗 你那么温柔干什么 我本来就很温柔 吃好了 那你要是吃好了的话 我们就走吧 好 你刚吃这么饱 现在跑不怕肚子痛啊 那你别追我呀 你个叛徒 我跟别人是合租的 我把你带回去 你住哪儿 住我家吧 我家很大 姜云把你给我过来 姜云把你给我过来 放开我姜云 小场面 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啊 讨诈与倩诈的关系 这个月已经是第五次跑了出来 到底想怎么样 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人想要你的命吗 你怎么跟你奶奶交代 好 你说了没有 我没有 凭什么打我 凭我是你爸爸 再这么打下去 会把孩子打坏的 敢打 不打不上记性 她总是喜欢在家里偷偷跑出来 也不知道谁带 你说我现在过去 她会不会连我一起打 不会吧 但我求你不要 哎 住手 怎么 想她就是主啊 你当这种打孩子 她以后会有心理阴影的 她本来就比同龄人成熟的早 这要有什么问题 我看你好不后悔 你没事吧 好 知道疼你还跟她叫 没想到江七云有个这么大的儿子 这俩人的父子关系真是奇怪 我先带你去上药 我知道的 她一直都不喜欢我 果然再怎么调皮 也还是个缺乏安全感的孩子 出去 是我不小心把工作证 拉在家里了 她才找到了我医院的住所 抱歉啊 你算什么东西啊 不过是求人庇佑的女人罢了 凭什么平白无辜的管我的家事 同情心呢 每个人都有 又不是根木头 我先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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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听说你打小白了 你们都看不好她 只好我来教育了 齐云 小白还是个孩子 不是我们养的小猫小狗 她懂事比别人早 也聪明 她就是喜欢跑出来找你 我们总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 像看犯人一样看着她呀 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 这总是认了是你儿子了吧 果然是讨诈来的 有事吗 聊聊 坐 你没地方住 对 你们医院归陪研究生 一个月多少钱 六百还是八百 比这个多一点 我给你两万 你要我干什么 帮我看住她 别让她来烦我 小白 可是我每天上班很早 下班时间也不确定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加班 我 这里有你上次 跟姜怀迁宴会私会的证据 要我找什么 应跟你聊聊梦 不用 我所有费工作时间 都用来帮您照看她 我不知道她这三分钟热度 还是要持续多久 只要她烦了 你的工作就结束了 也就是说 我这份工作时长 是看小少爷的心情决定的 小先生 那您希望她在这儿 留的时间长一点 还是短一点 我希望她明天就滚 那小白的妈妈呢 没有 我 果然是霸道总裁 你怎么在我家 不是你让我跟你回家的 好像是这么回事 谁 我要喝水 还要吗 还要 吃了 吃了 我明天不想跑步了 不可以 可是我跑不动 你在老家不是挺能跑的吗 那不一样 做不到就滚 可别指望 我也跑不了 你跑得快吗 我 我跑不快 我跑得超级吗 那你明天陪我跑步吧 好啊 谁要将情一点的 实在是太多了 方叔叔 你小子 最近怎么搞出这么大动静 没事 小吵 那我就先走了啊 小白 小语姐姐再见 小白 她是谁啊 她就是我说的 仙女啊 仙女 小白 我跟你爸爸说两句话 你先去旁边玩一会儿 一会儿再找你啊 家里多了个女人 不解释解释 先请个保姆 骗鬼呢 这是给小白找的保姆 这么漂亮 怕是 跟你请了吧 怎么 你对她有意思啊 不敢胡说 我可哪敢啊 来这儿干什么 当然是受老夫人所托呀 看看小白 有没有被你揍坏 那你看到了 不过 我倒是挺惊讶 你能让小白回来 这小子想法也挺单纯的 就是想往你这儿跑 不过说来也奇怪啊 全家救赎你对他最差 他还愿意往你这儿跑 启云 对他好点儿吧 毕竟孩子又没做错 没错 孩子又弄什么错 错的另有气感 你见过他吗 谁 林之锦 林之锦 剑倒是没见过 不过我听说过 那是我唤不清的诈 你 我 你 你 哎 少爷的眼睛是不是治不好了 脑袋里长得个胶质流 国内外医生都叛变了 都说 那又这样 哎 老爷在外面还有个私生子 叫江怀千 少爷是看不见了 老爷会不会把亲少爷接回来 来继承江家呀 少爷 继承江家呀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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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齐云少爷 我是老太太找来照顾你的 我叫林之锦 喂 要不我带你出去转转 或者我念书给你听 我叫你滚 在免费的阳光下 或阴凉的泉水吧 张嘴 说我 秦云 秦云 你没事吧 我看 扭远点 帅个瞎子 你觉得很好玩是吗 江启云 我可以做你的眼睛 你以后 让我做你的眼睛好不好 慢点 真棒 他 谁给我下的药 江启云 是 你进来 我先出去 你这个样子 我怎么不进来 江启云 没事吧 姜七云 你干什么 我已经警告过你了 姜七云 姜七云 你清醒一点 齐云 别多想了 或许找到那个女人 齐云就能走出来了 那我就先走了 怎么没有呢 喂 梁叔 我想找一位六年前的病人 叫林之锦 他非常重要 能帮我找找吗 好 你怎么又来了 我来接你下班啊 来 张嘴 你但凡这么对姜七云啊 你就不会爱那顿打了 沈师兄 顾医生 这是你亲戚家的孩子 朋友家的 我可没胆子和姜七云 盘亲不亲 我看他长得跟你还挺像的 我还以为是你亲戚家的 只是长得有点像 但是没关系 顾医生 晚上有空吗 我们一块吃个饭 晚上 他没空 他没空 打我干嘛 我晚上和你吃饭 我都等你这么久了 沈师兄 要不我们改天吧 啊 没关系 可能时间多的是 不差这一天 好 哟 还怯着呢 他是不是喜欢你 小屁孩 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吗 他没姜七云好看 你不许喜欢他 姜七云知道你对他评价这么高吗 怎么了 宋宇 先生在楼上 好长时间没出来 我正担心呢 郭小姐 你要不要进去看看 我去 对啊 不合适吧 我还要照顾小白呢 是吧 小白 姜七云可没我懂事 你还是去看看吧 行 江先生 宋秘书很担心你 让我来看看你 您没事吧 您这是喝了多少酒啊 酒费这么重 我让你尽量了吗 江先生 你要是不想看见我 我现在走 江七云 你清醒一点 江七云 你清醒一点 江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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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走 你走什么 江七云 江七云 这个恶魔专制的男人 静怨也会露出这种表情吗 江七云突然变得脆弱又温柔 他是不是把我当成谁了 你叫我什么 江七云是不会轻易对别人流露情感的 何况我还是他利用来恶心江华签的 他到底把我当成谁了 总不至于是对我 你怎么在他房间里啊 我梦游 什么叫梦游 梦游就是晚上睡着之后 会无意识的起来走动 那你为什么不走我房间 非要走他房间呀 那这个我也控制不了呀 他是我花钱请来的保姆 我想让他睡哪儿就睡哪儿 你管得着吗 保姆而已 不辞你扭那个什么 走吧 去哪儿 你不是要上班吗 顺路让你蹭车 我是保姆 坐您的车不太方便吧 再说了 好像也不顺路 想想什么 收拾东西 我在楼下等你 霸道总裁真是霸道 是错觉吗 总觉得这个男人 和刚开始感觉 有点不一样了 看够了吗 够了 看来你真是没看够啊 要不我脱了给你看看 别别别别 上班要迟到了 这么严重 快打120 停一下 要不要打120了 让一下 让一下 面色发紫 名声抽搐 赶紧打120 打了打了 已经打过了 对打过了 老太太 启云 你先别动 我儿子 不 不是 小先生 谢谢您 嗯 以前恨不得每个字都压住 生怕别人不知道是我求着他的 现在怎么变成哑巴呢 小慈姐 这个人是不是你啊 这么快就传到网上了 他是谁啊 这么帅是不是你男朋友啊 男朋友都不告诉我们 不够意思啊 又是男朋友 小琴 三号床病人帮我看一下 来了主任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怎么不接电话 干什么 今天救人的时候有人拍到你的脸了 所以呢 他们会猜想你的身份啊 那又怎么样 万一有人诋毁造谣呢 不是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在乎自己的 隐私权 教肖权和名誉权啊 不是 你不在乎就不在乎 你别乱来啊 我更在乎的人是你 我 江先生 这圣州是爱慕你的女人那么多 这个视频要被他们看到 不得把我八个抵朝天啊 我可不想成为 你是怕被江怀千看到吗 真不是 我为了躲他 我都逃到你这儿来了 可你还是在乎他 我那是 姐 姐 姐 江先生 我们俩真的没关系 你相信我 那你为什么就不接电话呢 江怀千 我跟你已经说过了 你别缠着我 小子 你真的和江启云在一起了 我跟谁在一起 你怨我恨我我都理解 可你不能为了报复我 就跟江启云在一起 他很危险 小子 你再给我点时间 等我站本脚跟 我们还会像以前那样在一起的 行吗 想象就象 被这种人扎缠上 你也够倒霉的 放心 这件事不会影响到你的 喂 老宋 网上握些新闻 一个小时 全部清楚 一个小时 你能醒啊 不是 你别想歪啊 我是说撤着搜行不行 不是 你行不行 可我现在已经想歪了 现在就想试一下 江怀千 我都已经跟你说清楚了 你能不能别老缠着我 小子 你先别挂电话 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六年前 江启云把一个女人肚子搞大了 从那以后 那女人就下落不明 只要靠近江启云的女人 都没有好下场 即使是怀了她的孩子 江怀千 你少诋毁她 还有 我们俩已经结束了 你不要再烦着我 我跟谁在一起 跟你没关系 再见 小子 小子肯定是被那个恶魔给骗了 我要帮她逃出魔杂 江先生 既然网上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那我先走了 虽然不知道江怀千跟你说了什么 但还是影响到了你 对吧 我是不信的 一点都不信 我不管你信不信 我不在乎 但你作为我的保姆 你最好传心一点 知道吗 江先生 我的身份我清楚 我会照顾好小白的 对 小白要放学了 我先去接她 江怀千 我还是让你过得太舒服了 小白 都主动来学校找我了 是不是想我了 是啊 我可太想我们小白宝宝了 她妈妈应该是个大美人吧 不然也不会被江青云看住 你怎么了 没事 走吧 上车 喂 林阿姨 小慈 你奶奶进医院了 怎么回事 老毛病了 最近说凶闷 我一直群私是给你打电话呢 但老太太不让啊 结果今天早上买菜回来 老太太就倒在地上了 还好送医院及时 不过你赶紧来一趟吧 行行行 我马上回去 喂 说 江先生 我们家有老人生病了 住院了 我去看一看 相亲两天假 好 谢谢江先生 小白 这两天我不在 你一定要好好听爸爸的话 不要惹他生气 我可不敢保证 你要是不放心 就到我一起去吧 开什么玩笑 我这是正事 过不上 我保证 绝对不会给你添麻烦 可是 你要不在 江青云打我的时候 就没人拦着他了 我要是真的被他打坏了 怎么办啊 那我给你爸爸打个电话 别 你跟他说了 我就真走不了了 我们偷偷地走吧 算了 也出不了大问题 回头再跟江青云报备 好 那我们走 我不能空手去见奶奶 你等着 我买份礼物去 不用这么客气 小白 我们直接进去吧 好吧 小叔 你怎么在这儿 小叔 他跟江青云是兄弟 自然是小白的小叔 瑟瑟 奶奶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这人老了 就这样 这是 她是我朋友的孩子 我朋友太忙了 顾不上她 就托我带她几天 奶奶 嫌妮姐姐可好 可温柔了 我从来没见过 天底下 有这么温柔的天使 这个小娃娃 真会说话 怀迁啊 站着干什么 进来 你们两个 该结婚了吧 奶奶 您先休息 我去问问医生 什么情况 那我去陪一下小慈 你先陪孩子 好 奶奶 刚才说的结婚 是什么意思啊 这结婚啊 就是结婚后 他们两个人 就可以生活在一起了 你怎么在这儿 林阿姨给我打的电话 小慈 你别这么叫我 你吃不住江青云的 一旦她溺了你 你离开她好不好 我们分手的事 我会找机会告诉奶奶的 你走吧 就算我们分手啊 她还是我奶奶 我不会走 你 行 你想怎么样 那是你的自由 不过我警告你 你那个未婚妻 对我动手就算了 她要是敢对奶奶不利 我跟你没完 医生 奶奶怎么样了 病患的情况比较复杂 我建议尽快做一个 心脏噪音检查 不过心里的医院 条件有限 如果需要手术 还得转到视力才行 好 我知道了 谢谢医生 小白 你怎么了 没事 奶奶 她这是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呀 这孩子突然就这样了 林阿姨 小子你来了 林阿姨 这段时间 谢谢你照顾奶奶 街坊邻居的 不用说客套话 对了 刚和奶奶还说呢 你该跟怀千结婚了吧 你俩都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老让天使姐姐 跟小叔结婚呢 还早呢 等工作稳定吧 我去买点水果 不用 这么一桌呢 都是怀千买的 给 工作什么的 等结婚了也可以做 还是先把人生大事 给办吧 小白 你到底怎么了 没事 我出去透透气 江七云你再不来 小叔就要把他抢走了 啊 谁小叔 什么乱七八糟 你在哪 我在渔城县人民医院 渔城 就是仙女姐姐的老家呀 快来 小叔也在这儿呢 小慈啊 时候不早了 带小白回去睡吧 不用陪我 这有你林阿姨呢 江七云你怎么还不来 你要让小叔把仙女姐姐 抢走了 你就再也不收老子了 小白 那咱们回去吧 跟奶奶说再见 奶奶 再见 小白乖 早点休息啊 小白 我给你找他衣服 换上就睡觉吧 他会跟我小叔结婚吗 他们会在一起生活吗 小白 换衣服 哦 我自己会穿 你去洗漱吧 好 真乖 去吧 江先生 他怎么来了 不是 他是怎么知道我家的 江一白给我打了电话 他手表上有定位 小白 别换了 你爸爸来了 跟他回家吧 谁说我带他走了 那您这是 江先生 江先生 我们家附近有酒店 要不您一直住酒店 当然了 小白还是会住在我家的 江先生 小白还在呢 我要洗澡 律师的 什么时候 在别人家里这么霸道 江先生 您的衣服 我给您放外面 帅衣我没找到 我不喜欢老帅 继续找 果然是个火炎王 这衣服谁的 江华签的 但是他没用过 脚上这双作鞋 也是他的 他也没用过 他没用过的东西 还不少 小白 去跟爸爸睡吧 不要嘛 我不想跟他睡 就要跟你睡 江丽白 过来 不要 我就要跟仙女姐姐睡 算了 非把他俩 摁起来 肯定没吵起来 这晚上没事 那小白就跟我睡吧 江先生 时间不早了 您先去休息去 小白 今天爸爸是来找你的 你干嘛不跟他说话 他才不是来找我的呢 难不成是来找我的 对啊 他就是来找你的 我就说 小树要和你结婚 他就来了 这可不就是来找你的吗 仙女姐姐 我们睡吧 好 来 张其云真的是来找我的 啊啊 对不起啊 我忘了家里还有人 啊 哎 嗯 你是来上厕所啊 男人来卫生间 不一定是上厕所 那你 男人脚上都骗了 江一白 赶紧起床 吼那么大双干什么啊 你咬了是吧 哎江先生 楼下有卖早餐呢 你带小白去吃早餐吗 我就去上班了 呃 你带小白去吃早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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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江一白 仙女姐姐呢 走了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 把上来收拾好东西 跟我上学去 听你没有 爸爸 我知道你不喜欢小叔 那如果仙女姐姐和小叔结婚 我以后肯定就见不到他了 你能阻止他们结婚吗 谁跟你说的他们要结婚了 奶奶 还有那个林阿姨 大人的事小孩别插嘴 一会儿送你过来 让他带你去上学 那你呢 我去帮你办事 耶 我就知道 你是世界上最棒的爸爸 哎 你别来这套啊 医生 我奶奶检查结果怎么样 三根血管都堵塞 血管概化严重 可能连支架都放不了 得搭桥 这么严重 新医院调节有限 你们得转院 谢谢医生 江先生 你没跟小白一起回去吗 嗯 老太太怎么样 要转院 不知道他身体能不能受得住 那就去新港医院吧 你只要同意 后面的是我来安排 新港医院是全国最好的私立医院 一般人排队都排不上 当然价格也不是我能承受得起的 但现在不是要自尊的时候 还是给奶奶治病要紧 那就谢谢江先生了 你有什么事情就冲我来 不要对顾瓷怎么样 我们两个之间的事跟他没关系 你放心 我一定会冲你了 你要对江淮千做什么 怎么 心疼他了 我怎么可能心疼他 那就不要问 去帮老太太转院 我去联系新港医生 我去联系新港医生 季环 帮我联系新外科顶级专家 到底是谁啊 能请得动你江其云出面找新外专家 小慈 这医院很贵吧 还是回去吧 我不看了 奶奶 放心吧 你看 那就是我朋友 他带咱们来的 他能够给咱便宜 那可要好好谢谢人家 知道了 江先生 走吧 江先生都安排好了 医生在等我们 好 奶奶 咱走吧 嗯 嗯 这位是新外顶级专家 陆玉陆教授 陆教授你好 请坐 具体的情况 计划已经跟我说过了 检验报告代了吗 代了 老太太的血管情况 确实是复杂了点 这个情况你放在医院 会直接让他做手术 这个情况 做支架 难度也是很大的 但我可以做 江先生 好不容易找到我一次 我总不会让他失望吧 谢谢陆教授 要些就谢江先生吧 谢谢江先生 床上再好好谢我 方医生 顾小姐 呃 你是渝城人 对 我在渝城生活了很长时间 大学之后才来的锦城 哦 这样啊 呃 那你在渝城 有没有遇见过江先生 没有啊 怎么了 没事 如果林之锦再遇到祁云 不可能这么冷静 应该是我想多了 哦 那个顾小姐 我那边还有点事没处理完 你先忙 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我 好 陆教授 手术怎么样了 手术很顺利 再观察几天 没什么问题就可以出院了 谢谢陆教授 要些就些江先生吧 好 喂 梁叔 林之锦的资料找到了吗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一点痕迹都没有 出现这种情况 可能是被人针对性的摧毁 嗯 行 知道了 辛苦了 小子 这得花多少钱 奶奶 您安心养病 这花不了多少钱呢 你别考虑这些 奶奶 我接个电话了 喂 过来接我 喂 喂 江先生 我到了 您在哪儿呢 往前走 上坡 忘记啊 现在不说清楚在哪儿 还没看见吗 上来了 过了 过了 怎么是个姑娘 怎么 姑娘就不能来随我了 哦 能 真好 我们齐云眼睛能看见了 只是可惜 那林之锦姑娘 奶奶 今天还有事 就先不陪你了 好 路上注意安全啊 到家给我打个电话 嗯 等等 你是 林之锦 你是 你是 林之锦 我 不是 去哪儿了 好久没看见你了 奶奶 她叫姑子 不是林之锦 六年 人的模样 是有出入 但是整体 还是一样的 奶奶怎么能认错呢 我真的叫姑子 我是江先生家的保姆 是吗 嗯 奶奶 我先走了 哦 好 你们回 怎么不是指尽呢 也是 齐云对她做了不可饶恕的事 她不可能跟齐云在一起 上次坐这里的是小白 坐椅是按照她身高去调整的 你不舒服 要坐后面 那个 我跟林之锦 长得很像吗 开车 你现在心情不好吗 我每次来这儿心情都不好 那你怎么还来 说实话 我以为你已经回去了 我也不想来的 可是 送我回去 好 江先生 奶奶的事情 谢谢您了 那我先回去了 哎 过此 口头感谢不切实际 那条配信还不清楚吗 我这 这两天有点累 而且我还要时不时去看奶奶 我现在就想要 你再拒绝我 江启远 不许欺负我的仙女姐姐 仙女姐姐 我想听故事好不好 到了爷们讲什么故事 我回家出教去 我不 小白乖 我还得去医院照顾奶奶呢 奶奶生病了你忘了 对啊 江启远 送仙女姐姐去医院 你在命令我 小白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去的 江先生也挺累的 他累什么累 我都看见了 他做的副驾 江启远 天这么黑了 你让一个女孩子自己走 你懂不懂得怜香惜玉 小白 我只是逼你晚上了22年 但凡我会开车 仙女姐姐的事 还能轮得到你 你小白 江先生 你别冲动 小白 这样 江先生呢 一定会送我回去的 听话 你先回去 我听仙女姐姐的话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江先生 你先回去吧 我会告诉小白 你送我回来 既然那小子已经花花了 我就勉强送你 下不为例 一直以为江启远是危险的 可他不仅没伤害过 还那么尽心地帮我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江家老札又有什么 让他心情不好 跟那个叫林之锦的女人有关吗 还不下床 谢谢啊 江先生 你喜欢顾小姐吗 除了林之锦 我的意思是 我还没见过哪个女人 在你身边待那么长时间 还住你家 还送她 帮她处理家务事啊 话也深度 我为什么要听江一百的话 来送骨刺 难道真的是 计划说的那样吗 走吧 照顾秦云少爷的丫头 还让我来送饭 谁的时候 肯定是秦云少爷 这话说的 那些画面到底是什么 我为什么突然会有那种记忆 算了 先不想了 林阿姨 小泽 怎么了 林阿姨 以后有事 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不要再打给怀亲了 你们吵架了 我们分手了 你说什么 奶奶 怀前对你那么好 为什么要跟她分手啊 奶奶 您别激动 您看 那就是我朋友 他得咱们来的 他得给咱便宜 会不会是 因为那个江先生 奶奶 您别瞎猜 怎么叫我乱猜 这么贵的医院 那么好的医生 要不是跟她 她凭什么 奶奶 我跟江怀 牵手走不下去了才分手 跟其他人没关系 可是 奶奶 您别担心了 来 躺下 你好好休息吧 我 我可怜的小慈 经历了那么多的母性 什么时候 才能找到幸福 不知道怎么成这样子 问她也不说 幸亏还知道 来福利院找我 小慈 奶奶终于找到你了 小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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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不让紧啊 小慈 真是什么小慈 小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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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哭了 小慈 大姨奶奶 今后 一定要过上好日子 奶奶 小慈 有您在 就是我的好日子 就你会哭奶奶 就你会哭奶奶 没有哭你 没有哭你 该死 该死 是个女人怎么阴魂不散呢 喂 你慢点儿 江先生 您怎么来了 江先生 您怎么来了 送你们回家 不用 真的不用麻烦 过此 我们是雇佣关系的 你已经请假很久了 该尽快回来工作 我 上床吧 奶奶 我在江先生家里 只是兼职 您不用担心 谁家雇主 会对一个兼职的缘故那么好 还有 他也姓姜 他跟怀前什么关系 江先生 我送奶奶上去就下来 嗯 奶奶 我们走吧 嗯 真想起 你 江先生 我们走吧 江先生 你开这么快干什么 我去看看小白 我已经和你说得够清楚了吧 你还想怎么样 小慈 你跟谁在一起都没关系 但是江其云不可以 像这种靠女人往上爬的废物 就不劳您动手了 金其云 喂 什么烟 让先生给我打电话 可真是稀罕 我还有更稀奇的事呢 来 你把视频打开让你看看 啊 我 什么情况啊 江怀千以后不会再来找我了 你也别被难他了 怎么 心疼了 千女姐姐 太好了 直接送我去上学吧 好啊 那江先生 我先送小白去上学 然后去医院上班了 江其云 仙女姐姐下班 你一定要去接 不用麻烦江先生 你接见了没 我看你是不是又疲痒了 小白 咱们走 这个江其云一点都不上当 万一仙女姐姐让小叔抢走可怎么办呀 喂 奶奶 怀千 那个帮小慈的江先生你认识吗 小慈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奶奶 那个人叫江其云 是我同父异母的大哥 他为了打压我 引诱了小慈 把小慈从我身边抢走了 小慈找了他的道 不肯离开 什么 怀千 你放心 我不会让小慈越陷越深的 好 我知道了 怎么了 家暴 那女的送急诊的时候 都已经口吐白 现在这男人又打他 真是个人责 我给你过去 臭娘们 你干嘛呢你 住手 让开 住手 你快报警 快报警 他真的不行 放下 让你放 我们两个猴子的事 管你凭啥 报警 我看谁敢报警 救我 救我 你 我自己 我自己 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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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处理 我死里打呗 好 打女人算什么本事 我死里陪你试试 你他都不要乱来 江先生 别闹出人命 黄欣 老宋心里有数 所以你是 因为小白的话 来找我的 你可以这么想 我可以 我可以这么想 那他还真是听了小白的话 不是 他怎么会听小白的话 他要让他熄灭出来 你怎么了 耳鸣 头也有点疼 你跟我来 不是 我觉得吧 我没有必要住院 让你住院的可不是我 不是 顾医生 你虽然身体上没什么大碍了 不过 你不是说耳朵里能清清闻闻声吗 还是要留院观察一下 看是不是颅内损伤 正好我今天只夜班 我陪你 值班就好好值班 不要想太多 那 有什么事 你喊我 好的师兄 你放心吧 那好 有什么事你叫我 小四姐 小四姐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没事就好 我差点吓死了 我没事 男朋友 男朋友 你男朋友 男朋友 谁男朋友 什么男朋友啊 哎呀你忘了 就小四姐上次救人的那个视频啊 视频里面就有这位先生 你看小四姐一有事他就又来了 这么贴心 不是男朋友是什么呀 啊 小四姐 你男朋友人真好 又帅又有钱 我都羡慕死了 不是 你们误会了 过此需要休息 OK OK 那不打扰你们了 那我先走了 哦对了 差点忘了 你这次飞来红货呢 算是工伤 主人特给你批了七天假 你好好休息 等好权了再来上班 我们走了 七天啊 真的假的 七天 真的七天啊 躺下 啊 你需要休息 你 你不回去啊 怎么 不想看见我 这个火焰王 怎么这么会缺点人家的意思 不是 我是觉得 觉得什么 觉得我是你的保姆 你在这陪着我 不是很好吧 我也不是很需要你 你 保姆能 也有远近亲疏之分 故此 恭喜你 生气了 生气 回去还是要留意一下 如果出现头晕恶心想吐的症状 要及时告诉我 放心吧 我会的 那我先去忙了 嗯 奶奶 你怎么来了 你哪儿不舒服啊 江先生 我生病的时候 你尽心尽力地帮我 我非常感谢 但是一马归一马 今天我来试问问 小次在你这儿 到底算什么 奶奶 您是听到了什么话吗 这你别管 你只管回答我的问题 顾慈现在是我们家的保姆 是我聘请他照顾我儿子的 因为我儿子很喜欢他 我也就把他当成自家人了 能帮的就全帮了 还是保姆 顾慈 你到底在期待着什么 一个保姆 能让你帮到这儿分上 如果奶奶您说是我 帮你等你生这件事 那我只能说我不缺钱 不缺人 这件事对于我来说 亲而易举 张先生 小慈呢 是我的心肝肉 你要是敢欺负他 我就是拨出我这条老命 我也不会放过你 奶奶 我陪你出去走 我陪你出去走走 你老太太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江湖 江湖倩 江湖倩 就是 哪儿 哪儿 江湖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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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是傻子 他对我不好 我还要去他家里给他做保姆啊 哪儿 哪儿 江湖倩 我都说了 您别操心了 这卡上有八十万 是奶奶的积蓄 你拿着用 你在医院工作 已经够辛苦了 咱不差这点钱 奶奶 这钱我不能收 您留着 等我真正需要了 再问你啊 我什么都没看 跪上 版偷看 还怕被人说吗 我没有偷看 我好看吗 真是的 这有什么好紧张的 江先生长得这么好看 还怕被人看了 再说了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多看两眼 不行吗 爱美之心 那我可以理解为 这是顾医生在对我表白吗 这是顾医生在对我表白吗 这到底是什么冷回路 当然不可以了 我看你没休息好 我开车 你去付驾税 送老太太回去咯 嗯 江先生 我奶奶也是担心我 所以才 您别往心里去 我还不至于可以跟老太太交劲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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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今天不出去 有事可以直接找我 我能有什么事 他这是在关心我 我对你好的时候 你最好听我的话 知道了 小白呢 那我疼 送走了 送走了 我的工作就是照顾小少爷 你送走了 我照顾谁 不是故此 你是不是有什么受孽倾向 不照顾人 你活不下去是不是 我就是问你 先把你身体养好再说 哦对 我二人给你煮了燕窝 燕窝 给我一个保姆 煮燕窝 好 味道怎么样 以前没吃过这个 嗯 还不错 吃吧 虽然 虽然但是 这是我用过的勺子啊 有些累了 我先睡会儿 那我把视频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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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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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给你拿条毛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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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先生 江先生 你是不是又做噩梦了 江先生 这次跟上次好相 这个江祁云 该不会真把我当成谁了吧 我的小心杆啊 这怎么弄的 小少爷跟其他同学打了一架 打架 谁让他们说我是没妈的野孩子 我打他们都是青的 让我听见这种话 我把他们的嘴全部死了 小少爷 好了好了 奶奶 我喜欢仙女姐姐 你让爸爸娶了她 那样我就有妈妈了 仙女姐姐 宋宇 什么情况 启云恋爱了 这个不好说 你 去把启云给我叫回来 是 奶奶看看 少爷 你得来老太太这边了 还敢来啊 江华姐 你是真想让我弄死你啊 江启云 你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小慈 为什么 哦 你没睡过她 不知道她有多好睡 你 江华姐 我认你很久了 别的我不敢动你 奶奶最疼你了 妈 您找我 你有女人了 是哪家姑娘 多大年纪了 妈妈认识吗 我又不跟她结婚 您打的这么清楚干什么 傻男 小白 不能这么跟爸爸说话 啊 江一般 你脸怎么回事 敢跟人打架的是不是 啊 宋宇 小少爷 咱们出去玩一会儿 啊 走 走走走 学校里有人说小白没妈 小白才动手的 小白很喜欢那个仙女姐姐 如果你不想跟人家结婚 我就让小白认她当干妈 你看什么时候合适 你安排一下 我先见那个姑娘 见什么见 没什么事先走了 有事 还有什么事 江怀千 你提她干什么 我提她我也不舒服 可是毕竟是你爸认下的儿子 我也不好说什么 过几天是你爸的忌日 怀千要来 我就跟你说一声 你放心 我不会让她来的 我为什么哭我 我为什么哭她心痛 我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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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哭什么 小个 不要 瓜谦 为什么 顾瓷 你不过就是一条阴沟里的臭臭 你还敢消消怀迁 你也不照出镜子 瓜谦 你也是这么想的 赶紧滚 我做噩梦 是吗 你要干什么 一遍哭一遍喊着 姜怀迁的名字 还骗我说做噩梦了 不是 你再无法床上喊旧情人的名字 你是觉得很兴奋是吗 我没有 没有 就算梦到他了又怎么样 我又没有梦到你面前去 你还听不懂 随便养一只猫猫 狗狗养三年都会有感情 一时半会儿忘不了他 这不是很正常吗 你不就是为了恶心将坏钱 才救的我吗 我都配合你了 你还要怎么样 你还要管我心里想的是谁 梦里梦的是谁吗 过此我最近是不是对你太好了 少你敢这么肃无忌惱地跟我说话 怎么 怕了 刚才不是还挺能说的吗 你不觉得你莫名其妙吗 江启云 你要说我 我随家随打 你要恶心他我也配合你 你现在这样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我们 是可以谈感情的关系吗 你说的对 我们之间一点感情都谈不了 但我不喜欢江怀前 我听不得关于他的任何一句话 不止 你怎么敢跟江启云那么说话 跟谷主吵架 这帮我还干得下去吗 启云 怎么了 最近总感觉林志锦在我身边 我会控制不住的事态 我也是因为这件事来了 怎么 当年给您下毒的人 已经有了违攻 走 江启云去哪 你怎么会住在江绍家 你怎么来了 哦 你不会是想知道 江绍给你打电话的原因吗 江先生给我打电话 可真是稀罕 我还有更稀奇的事呢 来 你把视频打开让你看看 什么情况 你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不过 我不告诉你 顾瓷 就算你住在江绍家又怎样 你少胡家胡威了 江绍他不过就是玩玩而已 你可千万别搞不清楚 自己的生死 顾小姐 先生临时有事 要出去两天 让我跟您说一下 他又不是江家的女主人 你跟他说干什么 但 确实是先生让我跟他说的 你少得意 我都把他气成这样了 说明他还告诉你 是吗 谁呢 我明明告诉他 让他在这儿等着的 看来是被人转移错了 他可是唯一一个 可能知道您当年是被谁下催情药的人 如果他被转移了 那 要是轻易就能抓到 那下催情药的人 也不会想要这么长时间 可是 先回去吧 明天就要结束休假 就要上班了 江先生 您不会还在生我气吧 知道我生气还不过来哄我 这是爸总会说的话 您看 您不是出门了吗 我这也没机会啊 那我现在回来了 给你个机会 客厅里人这么多 他不会让我在这里哄他吧 那 去你房间 这 这在干嘛 就在这儿 我不是这个意思 怎么样 舒服吧 臭吧 我奶奶可说了 我的说法很专业的 可以了 这才拿到哪儿 我还想给你按腿呢 这样呢 晚上睡觉 不用了 你不是让我哄你吗 你这么好哄吗 你先往上碰下去啊 可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 果然是大家怎么在逃的 怎么 龟一生想帮我善后啊 我可没说 是吗 但是 我好坏 龟一生的风化 你是不是客厅 你看他们谁敢进来啊 过了 我不过去 我又不车了你 干嘛 不辞 你是不是很怕我 我不否认 那你当初怎么要打量让我救你 救救我 把握我的人是沈漫衣 我怕你 但是他也怕 这就够了 是个聪明的人 你别这样 我不习惯 我可没让你习惯 我这不过是理事上往来而已 什么理事 江济云 别紧张 像我这样跟你花钱的找不着 好好享受 这种随时会被人发现的地方 你是不是会更兴奋 你别说了 怎么 不喜欢这种理事上往来 说 顾瓷啊顾瓷 好端端凝手 他干什么 您上次说的 查江淮千 现时发现 他的私人账户里 有大量来源不明的资产 初步确认 与境外医走私集团有关 走私 先生 要报出去吗 不 你现在去找江淮千 我马上过去 是 没想到 江淮云这么一个人 也会被女人给迷住啊 看来顾瓷那个小狐狸精 的确是有两把刷子 江淮云那种人 怎么可能有真感情 你是没看见 他现在出个门啊 都要跟顾瓷汇报 这不是动了感情是什么 还有啊 别说了 江淮千 你为了那个女人 你吼我 你出错了是吗 还是你对他念念不忘啊 咱们就快结婚了 刚才是我不对 你知道的 一听到江淮云这个名字 我就很反感 我和他的关系 你还不清楚吗 江淮云总有一天 我会把小子夺回来 你怎么来了 怎么了 江淮云 江淮云 你都抱着沈家的大腿了 怎么还能那么缺钱 敢冒险走私啊 走私 江淮云 到底有什么 两个条件 一 永远不要出现在父亲的灵堂 二 永远不要出现在顾瓷的面前 做不到一条 我弄死你 我弄死你 刘坏千 我沈万一哪里对你不好吗 还是我沈家哪里亏待了你 你要去做走私这么冒险的事情啊 我知道了 是为了顾瓷那个女人是不是 你是为了她所以才不惜冒险 我和江淮云之间是对立关系 她说的话你也信吗 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呢 你相信我 你如果我们之间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的话 那么我想我们暂时还是分开吧 彼此都冷静一下 温泉你别走 我相信你 你要我们沈家做什么 你就开口跟我说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面对她呢 谢谢你 江淮云你给我等着 不止顾瓷 江家所有的一切我都会拿回来 先生 你就这么放了江淮云签 就算我不出手 江淮云签也蹦着不了多久 何必脏了自己的手呢 你怎么神出鬼魔呢 嘴馋 要你管 你跟着我干什么 给某人解肠 江淮云签 杀你回来的 我想回来就回来 你管得着吗你 香妮姐姐 我好想你啊 怎么办 你看 你来得正好 买了好多零食呢 哇 这些都是我爱吃的 小燕 你过来 来 香妮姐姐 我要吃这个 你能帮我打开吗 我帮你拆开 我是男子号 我来拆 这么厉害啊 刚才你看顾瓷的眼神 怎么 喜欢她 顾瓷是我朋友 朋友 我以前喜欢她 也想追 可她明确告诉我 她心里有人 她喜欢谁啊 我问过 她没说 可她似乎好像已经 不记得我了 不记得 什么意思 自明一字 以前的回忆 好像彻底从她脑子里 被删除了 你是说她失忆了吧 表哥 我看得出来 你喜欢她 我没有 如果你没有 我可得想办法 让她想起我来了 你敢 她虽然失去了 以前的记忆 但是她的笑容 和以前一样好看 或许是以前的记忆 太过痛苦了 要不然 她怎么可能 一点都想不成 不过 这样也好 表哥 别口是心呸了 好对的 我会出去乱说的 难道 故事真的失去了一段记忆 哎呀 小白 你别生气了 张启云 你跟表叔说了什么 他怎么刚来就走了 跟我去那医院 张启云 回答我 这向上也真是 就不怕挨揍 老宋 先生 把她给我送到我妈那 再让我看见她 我打断你的腿 是 小少爷 张启云 你别拿个头压我 少爷 江家毒苗苗 快点 咱们走 放开我 你放开我 小白还那么小 你别这么对她 去医院 秦桓 给她做个前身检查 我 为什么呀 给我儿子当保姆的时候 你没有交检查报告 现在补上 请问 顾小姐 方医生说了 健康呢 没有任何问题 先去车上等我 我跟季怀说点事 好 怎么样 她脑部受过损伤 导致部分记忆缺失 而且 而且什么 她生过孩子 什么 会不会是 江淮谦的 和她做过没有 没有 顾小没和她 发生过关系 她也没胆子骗我 那 这件事情 先不要对外说 明白 江先生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给你生孩子 男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给你生孩子 你要多少事我不知道的 弄疼我了 顾小 在你心里 我到底算什么 老板 对我和好的老板 只是老板 还有 偶尔比较亲密的关系 只是亲密的关系 她说的没错 可为什么我心情会这么长 江先生 既然您说到这儿了 我就问一句 小白去哪儿了 她什么时候回来 我的工作是照顾小白 她如果不回来 我们之间的雇佣关系 是不是可以结束了 想跟我结束 她怎么听的 不是 我是说 小白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的保姆了 只要我不死 雇佣关系永远结束不了 上车 去哪儿啊 顾死是从父亲 被家人带死 关于知道 我失与生父孩子这些事 她奶奶过去知道内心 江先生 你来我老家干事 是有什么事 老太太出院以后 你也没怎么照顾她 都说我是好孤主了 当然得送你过来看看了 她到底怎么了呀 江先生 你现在是正常的吗 我不正常吗 我自己去就行 她到底怎么了 江先生 你竟然 会来我们这贫寒之家 奶奶 江先生不放心你 特意来看你 老年挂心 你们先聊 我去给你们倒茶 老太太 我的确有些事情 要向您请教 顾死是什么时候 失忆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又知道些什么 我还知道她生过孩子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你今天过来 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看不起她 我从来都没有 看不起她的意思 我只是 嫉妒那个 债货的男人 我只是拿她当朋友 关心她 又不好意思问她 所以这个事情 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找到小慈的时候 她已经怀孕了 她整个人的状态 很不好 她又遇到了车祸 失去了部分的记忆 孩子也没有保重 这么说 她是医生怀孕前后的事情 真不知道 该不该庆祝 孩子 是谁的 我不知道 她出事后的医院 是哪家 松江医院 急诊医生 叫陈明里 江先生 你本事的关系多 你帮我查一查 到底是谁 还小慈怀孕呢 我会尽全力的 聊什么呢 没什么 随便聊聊 小慈 没事 天时 我有你林阿姨照顾呢 你跟江先生 回去吧 你跟奶奶聊什么呢 连奶奶都偏向你 我能说什么 无外乎是探病的话 老太太 你好好休息 我们走了 好 江启云 希望你 能真心地对小慈 怎么了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你不觉得 你今天很反常吗 有吗 有吗 先是医院 再是我奶奶家 这是日理万机的江先生 会做的事吗 以我之前的性子 知道你生过孩子 就会舍弃你 可是现在除了 几度会心头 没有任何想法 你是觉得 记忆到底是什么重要吗 我只怪自己 不能用完整的 江先生 以我之前的性子 那肯定是不会的 但是人总是会变的嘛 那我接下来请你吃饭 你是不是也觉得反常 那肯定的 走吧 好好补 补 补 补什么 把这里最贵最好的 全部上一遍 是 我先去个洗手间 老宋 去宋江医院找一个 叫陈明里的医生 不要惊动他 找他跟我说 江先生 怎么处理 我死里打呗 臭家门 真是原家路产 你 你别乱来啊 江先生 我什么都没做啊 大叔 你要不算了吧 大叔 顾瓷是我的女朋友 再来你的不计 我要你的命 我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从你往后 顾小姐就是我的祖子 你刚刚说的女朋友 明确的身份 才会让那种人渣 生出恐惧 原来你这么说 只是为了帮忙 不是要去洗手间吗 快去吧 我在这儿等你 小白再过去 就打断你的腿 先生是这么说 江祺云他不紧扎 还暴力 等我长大了 我要把他关进小黑屋 饿他个三顿 小白 不能这么说爸爸 奶奶 江祺云不让我过去 我就见不到仙女姐姐了 时间久了 他一定会忘了我 小白 你老是提到仙女姐姐 你真的很喜欢她吗 那当然了 我最喜欢仙女姐姐了 好 那奶奶问你 你觉得 爸爸喜欢仙女姐姐吗 他肯定喜欢 就是死要面子不说而已 要不然 他怎么不带 其他女人回家呢 看来祺云对他还真上心 老夫人 您不会是打算 你悄悄的 安排我跟仙女姐姐见一面 不要跟祺云说 啊 这 啊什么啊 当年那件事 是我欠他们父子俩 现在好不容易有个女人 走进他们心里 我撮合撮合怎么了 怎么你还要拦我呀 不用安排 奶奶 我知道仙女姐姐工作的医院 你跟我去 好 给我听好了 顾慈是我女朋友 再感对他不尽我要你的命 顾慈 收起你不该有的心思 姜琦 我是你能想的男人 大晚上不睡觉 这是在干什么 我晚上吃多了 小家事 姜先生 你太近了 想要吗 我要不起啊 想要不起你偷提主啊 快睡吧 为什么要不起 因为你是江祁云 你是天上的神明 而我只是你狡辩的一片络蜜 你对 偶尔展现了一星半点的兴趣 不过是屈尊将碑的施舍 不是要不起 是我输不起 做你保姆的事 我想还是算了 我明天就走 我不同意 其实我一直很想问你 你这巴士哪里来的 我呢 姜琦 你静静一点 没什么 这个伤疤 为这这么特殊 我还以为是什么分流战 不过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那牛顺 如果我还停留在过去 还不敢面对过去 对的过此确实不公平 是该做出来了 喂猫 明天把焦鱼白送过来吧 她可以跟着我了 耶 我焦鱼白又回来了 小白呀 这次可得乖乖的听话了 不然又被爸爸撵出去了 多丢人呢 奶奶 您就放心吧 我就会乖乖的 好 仙女姐姐呢 仙女姐姐呢 吵什么吵 拜拜 早安 请问我可以见仙女姐姐吗 想见就见了 少不过这状像 仙女姐姐 你这是要去哪 阿姐 妈 你说什么 没 没什么 这就是小白口中的仙女姐姐吗 嗯 奶奶 仙女姐姐是不是很漂亮 很温柔 你好 我叫顾瓷 顾瓷 你叫顾瓷 对啊 怎么了吗 是 阿姐不可能和齐云在一起 但 怎么能有人这么像阿姐 妈你怎么了 齐云 你干嘛出来一下 仙女姐姐 你这是要去旅游吗 带上我一起去吗 小白 我不是要去旅游 我是真的要离开这儿了 小白 那姑娘怎么认识的 您就做什么事吧 喜欢她 就娶她 喜欢又怎么样 不喜欢又怎么样 小白多想要个妈 你又不是不知道 湘玉凡没妈 是我造成的吗 当初要是把她送人 就没这档事了 当年我也是没办法 齐云 当年你的眼睛看不见 你父亲打算让姜怀谦 当姜家继承人 是小白的出生 才改变了你父亲的主意 才保住了你姜家继承人的身份 是为了保住你姜家祖母的位置吗 齐云 行了吗 以后我的事你不要插手 姜启云 姜启云 你要嫌妮姐弟走 我跟你没完 小白你听我说 那是她要走 你要是有本事 你就要让她留下 嫌妮姐姐 不要走好不好 我很喜欢你 不要走好不好 小白不哭 我不走了 不走了好不好 您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也没什么 就是明天 小白班里组织去游乐场 她同学的爸爸妈妈都会去 如果顾小姐有时间 我会带小白去的 但是姜先生 管她去不去呢 我只要仙妮姐姐陪我 好 我陪你去 喂主任 是吗 那我现在就过去 仙妮姐姐 我们可以准备去游乐场了吗 可以 但我有点事 我得先过去一趟 嗯 好吧 那我就不耽误你了 这孩子怎么不闹呢 他要闹一闹 我心里还好受心 小白 这样 我们明天去游乐场好不好 明天呢 我陪你在游乐场玩一整天 嗯 好 出去 不要烦我 我跟你说话你听不见是不是 爸爸 仙妮姐姐说她要去医院 可是我觉得她在哄我 她还是要走 你带我去找她好不好 救救你了爸爸 给仙妮姐姐打电话呀 我打了她没见 那你再打一遍 江玉白你别给我得策进尺啊 看你就是不情愿 仙妮姐姐 小白 对不起啊 没事的 院长让我处理一份病例 忙完我就过来 你不用跟我解释 小白 现在时间还早 要不然 我们一起去游乐场 好运 明天 脚白班里组织去游乐场 他同学的爸爸妈妈都会去 那种优质的地方 我才不会去 隔山车好过瘾 大摆车也很好玩 还有那些同学都很羡慕我 羡慕你什么呀 我的妈妈长得很漂亮 我看也是 谁也比不上仙妮姐姐好看 仙妮姐姐当我妈妈好不好 妈妈可不是乱当呢 你要是喜欢啊 下次我再带你来 好不好 嗯 好吧 走吧 今天是什么日子 怎么都穿黑色 今天 吃我爷爷的纪念日 走吧 你来开车 好 江先生 那我就先回去了 你们结束的时候告诉我 我来接你们 不用 我很快就出来 他不喜欢我爷爷 所以每次上炷香就走了 赶紧走吧 谢谢你姐姐 我先过去了 咱们一会儿见 好 你全夜没见得这么近 我刚进来的时候 看见顾小姐在外面等着 顾瓷 您已经见过了 先生 怎么了 先带他出去 好 走吧 江桓香不会有大心爱 说过你了 小白 你怎么了 该不会是被江先生骂了吧 才没有 我也不知道 江七云把我给支开了 他一定是要去见别的女人 怕让我看见 小白 别多想 我才没有乱想 以前老江七云人身边凑的女人可多了 都是不加千金 奶奶说 任何一个都配嫁给他 他把我支开 肯定是为了这事 不过嫌你姐姐 你不要担心 我担心什么呀 那万一江七云真的被别人抢走了 你该多难过 跟我很有什么关系 富家千金 世家千金 他们是门当护盾 而你顾瓷 连灰姑娘都算不上 躲我干什么 没有啊 江先生 咱们走吧 先生 到了 我先下车了 他心情不好 你跟他说什么了 我可什么都没说 你呢 我就说你身边有好多个世家千金 等着嫁给你 先生 您说故意胜这个状态 会不会是吃醋了 你怎么了 没怎么 有点累 国子 你在回答我问题之前 最好想好了再回答 江先生 你是有一个 爱而不得的白月光是吧 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恶魔专制的男人 竟然也会露出这种表情吗 我跟他长得一定很像 不然你也不能 让我住在你的豪宅里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 总不能跟你说忘了那个女人吗 听起来像在吃醋 可我有什么资格吃醋 我就是搞搞清楚 万一真的是白月光提神文学 我好知道什么时候该进 什么时候该吐 言情小说少看一点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 想要你的意思 我真的很累 那就是 那你别抱着我 我是热 我更热 那你还抱着我 闭嘴 先生 松江医院的成米李先生找到了 您是过去 还是我把他请过来 我过去 江先生 你怎么来了 五年前你接诊过一个叫顾瓷的女人 我要她的全部死了 好 车祸十亿生子 跟顾瓷奶奶说的一样 刚刚我进来的时候 你看我的眼神 怎么 害怕我 江先生 您说笑了 我怎么会怕的 这个医生绝对有问题 喂 老夫人 齐少爷来了 齐云 他去干什么 他只是要走了顾瓷的病历 顾瓷 就是 江玉白小少爷的生命 他奶奶送来的时候 登记的就是顾瓷 不要说了 我知道 你放心 我都知道 灭源 灭源 喂 江老师 情况已经跟他奶奶说过了 对 说的是夭折 他奶奶没有怀疑吗 没有 毕竟是车祸 奶奶的夭折 很正常 不过话又说回来 小少爷的命 是真的 一朗一小 他们没能力养孩子 老陈 做好他们的安抚工作 好的 您放心 齐云 你过来一下 我又要紧事跟你说 两个条件 一 永远不要踏进父亲的灵堂 二 永远不要接近顾瓷 做不到异点 我弄死你父亲 我要祭奠 顾瓷我也会抢回来 江启云 不会放过你 妈 找什么事 把顾瓷送走吧 妈我跟你说过 我的事你不要再插手 行吗 顾瓷是小白的生母 说什么 我还没有让顾瓷 跟小白做亲子鉴定 如果你不相信 可以做一下 您是怎么知道的 你去找他那个医生 是我的固友 我就知道他有问题 当年 阿锦偷偷离开江家后 我找了他很久 后来知道他去了福利院 又遭遇了车瓷 得知他失忆后 我就让老陈把孩子抱给我了 我想着 就让阿锦 彻底忘掉那段不堪的记忆吧 可是我没想到 偷偷转转 我还是遇到了他 找个理由 送他走吧 把他送走 那我还是人吗 秦仁 你 你至今是我这一辈子 唯一爱过的女人 一件事 现在也是 你懂得亲手伤害自己爱的女人 是什么感受吗 你懂得他眼中的亲人一点点破碎 而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受吗 你不懂 你眼中只有利益 这最近那不是我的错 但我侵犯了他 不用害得他躲躲藏藏 舍货失业 那都是我的错 我以生来拼不住他 秦仁 当初 当初 当初给我想要的人 不会是你吗 难怪这么多年 我都找不到这个人 原来是 我的确害怕 被姜怀欠那个小子阿妈 抢走姜家珠穆的位置 那时候 你拥有眼睛 我就想着 你要是有了儿子 继承人的位置才会稳固 所以 所以你就找到了 施坦力博的林芝瑾来照顾我 等他生下孩子之后 你要夺走得他当母亲的权利 你知道他承受了多少痛苦吗 你真是抱不住活的 怪你拉起发现 他会恨死我们 恨死姜家的 既然你们不想让我 就知道 到底也不是你们的意义 我们 不 是你 秦仁 送他走吧 当初他那么痛苦 好不容易忘记你 难道 你要他重新清理一遍痛苦吗 留着他 你们两个都会痛苦的 不要 不要 江先生 回来了 我正打算去给小白讲故事 你怎么了 江家不需要你再做保姆了 顾曾 你可以离开了 好 那 我去收拾东西 不用 东西我会让人给你收拾好 给你送过去 先自我会让老送给你 张启云 你对我腻了是吧 是 他 他是我自行其不够的 阿杰 阿杰 会不会将晴云一招踢了 这不是你早就知道的事 看你还要生气 干嘛还要哭 顾思 江青云 对不起 对不起顾思 对不起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从来想过让你走 也从来没有逆反过你 我 看你刚让我走 跟我回去吧 我想如今考虑我们的关系 你让我走我就走 你让我回我就回 现在需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关系 我就要配合你 江启云 我不允许你这样羞辱我 忘记我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江启云那个冷面阎王 不会真的被顾思拿下了吧 他们两个没有任何可能 江启云 明明知道你跟江启云有的孩子 我 却依然无法拱手把你交给他 我不甘心 江启云 江启云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等一下 我告诉你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不想再见到你 你知不知道 这里面我全部身家 顾思 我可以都给你 你不要走好不好 你把我当什么了 顾思 先生 布小姐 什么事说 老夫人 老强家老宅来 不来回后悔 这什么情况 看来大家都受到了 那个神秘的纸条了 到底是谁 为什么让我们来这里 顾小姐 有人让我把这个给你 老宋 谁送的 那个人把文件留下就走了 不过 我已经派人追上去了 亲自关心 小白是我的孩子 谢谢你姐姐 你怎么了 妈 送她离开 走 胡子 老婆 胡子 老婆 老婆 胡子 你没事吧 胡子 您好 骑云少爷 我是老太太找的照顾 你的 我叫林志基 我可以做你的眼睛 让我 让我做你的眼睛 怪不得你让我走 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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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么叫我 阿杰 阿杰 你放开我 对不起 放开我 对不起 放开我 放开我 江青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 阿杰 阿杰 奶奶 刚才嫌你姐姐怎么了 她怎么说我是她的儿子 小白乖 去找太奶奶玩吧 去吧 老太太 小白真是顾小姐的孩子 没错 小松 带我去找阿杰 我也不知道她在哪 老太太 先生已经过去了 您就在家等消息吧 不不不不 我得去 奶奶 好孩子 不哭 来 告诉奶奶 是谁欺负你了 没有 没有 没有人欺负我 那个江先生呢 他怎么没有陪你啊 奶奶 以后 别再提这个人了 是他欺负你了 不是 就是 就是别提了 上次他来 还问你 怎么遇的车祸 怎么失忆 我还以为 他是真心对你好 没想到 不提了 不提了 奶奶去给你拿点水啊 说来说去 还是怀迁对小慈最好 小慈肯定会恨江启云 到时候 他就能回到我身边 奶奶 怀迁 你能不能 来看一下小慈 他现在很不好 好 我马上过去啊 谁的电话 你要去哪儿 项目上的事 我先出去一趟 我说过 你再出演在顾慈敏前 顾慈敏 是奶奶打电话找过来 给祖兰没有意义 孝敏白骨 我马上弄死你 那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顾慈是我的女儿 我找到很严重 那你怎么不进去 那就跟你没什么关系 你是进不去吗 项慈 阿杰 谁让你来的 我 奶奶 你一直都没有跟我讲清楚 你为什么要跟怀迁分手 在我的眼里 对你最好的是怀迁 奶奶 怀迁 你只要还喜欢小慈 奶奶 就永远站在你这一边 奶奶 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小慈 够了 江怀迁 我承认我把你拉进来 有弃江其云的成分 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对 我给你道歉 但是 小慈 江其云 我说了我不想看见你 我找江怀迁 盈盈 她怎么会来 盈盈 是沈月 你告诉奶奶 盈盈是谁 我 奶奶那个 我有事 我改天再来看你 你还骗我说是项目上的事 幸好我悄悄跟着过来 敢请你放上我们沈家 还真是为了养这个贱人 我们家小慈 是让你骂的吗 你敢打我 你 我 带上你的钱袋子 滚 我们走 留在这也没有意义 你走吧 阿芹 阿芹 你叫小慈什么 奶奶 对不起 是我丢下截 我想要比生来迷不到 奶奶 我找回基云 我生过孩子 是江其云呢 是你害了小慈 是你害了小慈 受了这么多的苦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奶奶 奶奶你别这么激动 我们进去吧 我们也不要再相互折磨了 回去吧 你不想看看小白吗 小白 那孩子还活着 对 还活着 下次 我们得赶紧把他要回来 等他们把孩子交换 下次 奶奶您放心 我一定会把小白要回来的 怎么说 阿芹 你还想干什么 你当年喜欢的人是我 对吗 他喜欢谁 你问我 还没说 你当年喜欢的那个人是我吗 江其云 你知道我现在看到你是什么感受吗 我现在看到你 就会想起那段痛苦的回忆 真的 我很害怕 阿芹 你要是真为我好 你就从我的生活里消失 别让我再看到你 阿芹 你最好要紧的事 给我 其云是我 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其云 你是不是和阿芹在一起 我过去 你们在哪 我向他道歉 我向他除罪 跟你没关系 其云 妈 你在外婆家好好等我 我有要紧的事要告诉你 好 咱们先回去吧 回去 阿芹 真的 那是那个老太太哭着让我过去我才过去的 但都是过去的旧情分 我们之前没有感情了呀 我都已经亲眼看见了 你还想骗我 阿芹 让我回去 我们沈家是有钱 但也绝不可能养你几种吃力爬位的狂奔 给我滚 我错了 我再也不见马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你听不懂我让你滚 滚 启云 你要跟妈妈说什么 从现在开始 我会放弃姜家所有 带着姜一白离开 好 我们以后不要再点亮了 启云 你让我去死吗 不会 毕竟你那么喜欢权利 爸爸 你怎么了 仙女姐姐呢 爸爸 你怎么哭了 小白 爸爸带你去找妈妈 妈妈 我的妈妈 是仙女姐姐吗 是仙女姐姐 我不懂什么医学 但我相信直觉 你不会 是我的妈妈吧 耶 我的直觉果然没有骗我 我的妈妈 是仙女姐姐 我姜一白 再也不是没妈的孩子了 耶 我有妈妈了 爸爸我们快去吧 奶奶 我们很快回来 带着仙女姐姐来接你哦 小白 小白 爸爸 你也整整衣服呀 爸爸 爸爸 快敲门啊 千尼姐姐 哦不对 妈妈 我是小白呀 妈妈 小白呀 你 sondern 你的意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